我知道 我已经扣根很久了 大家对石头的表现很关心 但是先不要着急 看完这期视频 马上就好 拿到99 Pro 打了第一场球 我就感觉 我是不是买了一只假拍子 因为它真的是太难打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这支球拍比网上所说的 要好打太多太多 甚至它取代了99在我球王里面的位置 凭什么就相隔一天的时间 就让我对一只球拍的看法 发生了反贴覆底的改变呢 就算是去适应这支球拍 也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 对吧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99 Pro 它是一支对棒数相当敏感的球拍 我是4月26磅从二手市场逃过来的 到时候的时候已经有些掉棒了 但我打的时候打感却异常的奇怪 之所以会怀疑是不是翻车了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算掉棒了 也不可能会这么难打 打感这么奇怪吧 所以在第二天我就解了线 重新去拉了一根27磅的AB线 这个感觉就正是重新换了一支新球拍 所以为什么只相隔一两磅 就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讲一讲 我为什么会买一支口碑这么差的球拍吧 说真的 99 Pro的涂装 我是没有任何可以吐槽的地方 至少相比于老99那个土土的配色 99 Pro是用了质的飞跃 它采用白色的亮光漆打底 黑色的机甲风条纹 logo上也加上了绿色的阴影 配合白绿相接的子母线 它是真的很帅好吧 而且它拍头了护卸管 为了配合白色的漆水 还特意换成了透明的 99 Pro是真的很懂高级感 再加上现在不到10帐的价格 就能入手一支最新款的高端拍 也算得上是所谓的高性价比了吧 在买到99 Pro之前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喜欢它 明明老99它是很卖座的 即使新Pro只是改一个涂装 调一个参数 也会卖得相当好吧 那么它到底是哪里做错的呢 当我们把两支球拍放在一起 它们在参数之间的区别真的很大 老99在拉线上手交的情况下 平衡点是306左右 而新Pro则来到了315 将近10毫米的差值 让它的头重感更加明显 而且新Pro的中干明显要比老99更软 最关键的是 它的拍面换成了68孔的设计 这就回到了最开始的问题 为什么一两磅的区别 就会让它的打杆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蟹孔变少意味着蟹床更稀疏 对于棒数也格外的敏感 所以 在新Pro掉棒的时候 我会觉得非常的无力 球飞都飞不出去 简单的理解 你可以说 我再拿一支22磅的球牌再打球 但在我换回27磅之后 它卸床的张力就会得到大幅的提升 感觉就回来了 在击中铁区时 它会牢牢地抓住球头 吃完所有的动作之后 再飞出去 所以它会比常规的76孔 更加捏球的同时 出球也更加的稳定 但是一旦你错过了铁区 拍面的张力就会陡然下滑 很容易出现下网 或者说是回球不到位的情况 再加上这高出来的10毫米平衡点 所以它的上手门槛 会比老99更高咯 并不能这么说 因为新Pro并没有采用小拍控的设计 它的铁区灭积和其他球拍相比区别不大 而且它的中杆更软了 按道理说 它的发力门槛应该是进一步下降的 而且在拉高椅的时候 68孔能提供更强的持球感 所以更方便你去传导拍面的力量 而在挑球的时候 较然的中杆也保证了出球的力量 在推球的时候 68孔也更方便控制力量 在我使用新Pro的时候 会明显感觉出窃球会少一些 新Pro在控制上甚至会比老99更加出色 但是68孔的确出球有些慢 和爽弹基本就不沾憋 在你用平高球或者做假动作的时候 会感觉新Pro有点脱离带水 它并不适合快节奏的变化 在变动球的处理上 新Pro自然是要比老99更加轻松的 因为较软来中杆配合上极致的持球感 足以抵消高平衡点带来的负面效果 能够轻松地给出后场摆脱球 在防守的时候也没有脱我的后腿 而在往前控制的时候 它也把老99的稳定性发扬光大 但短板也很明显 那就是挥速太慢不够灵活 到目前为止 肯定有很多人会关心 在它加上Pro之后 能不能像老99那样 把球杀得又爽又轻松 非要风格高下的话 老99肯定是会杀得更爽的 因为它的拍杆更易 卸床更密 而新Pro在杀球声音上就已经歇输了 因为它拍杆软卸床吸输 所以杀出来的球肉肉的 没办法做到硬朗干脆 我在想会不会有职业学手觉得 新Pro杀球太软了 但对我来说 其实效果还不错 因为68孔更加捏球 拍杆又软 但平衡点又很高 所以它的下压感会很强 能够轻松地把球头压下去 它的重杀可能不会很快 但一定会很沉 尤其是在杀斜蟹的时候 它能够包裹着球头压下去 角度和落点都比老99更好控制 在杀直蟹的时候呢 也能够大胆地瞄准憋屑 特别好玩 但是唯一不舒服的就是 它的点杀有点太软了 不够弹不够突然 没什么威胁 那么它在更细腻的滑板和P掉时 表现如何呢 我是没想到 它的表现比老99更加出色 我猜是因为更强的持球感 让球头和卸床接触时间更长 更方便改变它飞行的轨迹 在P掉的时候呢 它也能够包住球头 将球稳稳地放在对角 当然这只是保证不失误而已 并没有特别惊艳 只是将将做到了及格的水平 老99的优点 它发扬光大 该有的缺点 它一个不辣 甚至更加野种 新pro是我用过的 最最最最最 最难评球挡的球拍 没有之一 一是它平衡点过高 二是因为它太捏球 而且它的拍根又软 所有完全是推着球在走的 找不到把球头弹出去的感觉 如果老99是因为 发力门槛太高 不好评球挡的话 那新pro 就是在本质上 不适合平球挡这项技术 当然这一切的体验 都是以击中铁区为前提的 之前就说过 68孔对于棒数的反馈更加敏感 一旦你的击球点脱离铁区 或者说棒数过低 打杆就会发生反贴附地的改变 比如说高跃球没法给出球速 杀球反馈偏软 尽管你用尽全力 拍面都好像只是轻轻地 抚摸了一下球头 这个打杆无限趋近于超市拍 所以不难理解 99pro的评价出现两极分化 对我来说 新pro会比老99更加好上手 尽管他的头更重了 但是本质上 他还是更适合控制 因为他在也许老99扎实打杆的同时 还增强了持球感 虽然削弱了杀球 但落叠的控制能力依旧很强 被动摆脱也更加轻松 平手打嘛 反正都好不好打你去 也不差这么点了 所以最后 我们把新pro和老99放在一起 总结一下 他们之间的上手难度很难分个高下 老99的打杆更加统一 不那么挑人 但新pro的发力门槛更低 它的难点在于找铁区 不过好在它的拍面不小 相比于Z系列容错率要高得多 所以应该人人都能打 不过不一定人人都喜欢 让我自己来选的话 我是更亲耐于99pro的打杆 因为它是一支非常有个性的控制牌 发力又轻松 而且它极高的性价比完胜老99 但是如果是要推荐给别人的话 老99肯定是首选 因为它的单打上几乎没有短板 而且呢 打杆也很正常 不会像99pro这样令内奇怪 这么说吧 如果看完这个视频 你还在犹豫要不要试一试99pro的话 它应该不适合你 因为真正喜欢它的人 是不需要犹豫的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长按点赞三连 假如想看到我更多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好了 不要催了 实际器的视频马上已经在做了 已经在干了好吧 再见